黄晓明与经纪人解约 从18亿股票诈骗等利益犹腻人设 如今温到扬镳 黄晓明在请朋友圈宣布 与合作了4年的经纪人郭婷婷正式解约 并表示之后的工作 直接联系黄晓明工作室邮箱 而后郭婷婷发长文回忆 自己和黄晓明并先作战4年的时光 并强调并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在产文当中 郭婷婷表示 这篇文章并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审核 因此黄晓明也会是第一次看到 他回忆了曾经经历过的黑暗时光 从前年被网络谣言重创 到后来中餐厅成功出圈 他从中学到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因此他从去年开始 就规划自己人生的下一步 决定做一个独立的经纪人 成立了经纪公司 博仲新婆 他也感谢黄晓明的力竭和知识 愿意放他去自由飞翔 作为一个旁观者 过停定4年的工作 有功也有过 他在文中提到 前年黑暗时光 指的就是2018年 黄晓明被只卷入高达18亿的股票案 通过控制股市从中落险 这一样事也是对他曾经的点名批评 尽管黄晓明很聪明 并没有以本人身份介入这张股票操作 但他仍然在当时拜光了路人员 直到2019年中餐厅作出 黄晓明团队才通过对油腻大叔人设的自黑 达到了回光返照的效果 再次成功爆红 所以总体来说 这位郭婷婷 工作是有功有过的 但还好在他与黄晓明 共事的最后时刻成功扭转了局面